看一下,那刚刚提到有关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把换回圈改成for回圈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for i in range 那我们多了一个逻辑判断 因为呢,在换回圈没这个问题,反正猜对为止嘛 可是呢,如果你只有三次的线,那当然就是再多一个逻辑叙述 也就是说呢,我在这个上面再多一个逻辑叙述 这个请各位慢慢要习惯 当i等于3,意思是第三次 而且不等于RND 那假如说这个同学,当然这个也是同学提出来说 那可不可以我现在,我还是用换回圈吗 那我不用for回圈的话,那该怎么做 所以我把这个改回来好了 假设我今天不要用那个for回圈 一样用换回圈,那所以呢就不会有这个逻辑判断 OK,然后这边LF也把它恢复好了 也就是说呢,我现在呢,假如不用改for回圈 而用换回圈,那有什么方式 可以达到刚刚一样的效果 其实特别注意哦,如果我今天不用for回圈 因为for回圈是一个一个一个 就是你跑几次,它就会跟它一个范围嘛 OK,那如果说呢,我今天换回圈的话 它就没有范围 那怎么样让它记得说到底跑几次 那一般的方式是这样 就有点像刚刚我讲的,把for回圈改,换回圈 第一步的话上面有个初始值 所以呢也许我们在这上面可以多增加一个变数 叫C啦,也许是一个counter 就是帮我计算那个次数的 OK,所以第一个我把这个次数预设等于0嘛 就是它还没拆 那当它什么时候这个拆完了之后 就帮我把这个C的值加1 OK,那也就是如果这个C的值 假如已经是大于等于3的话 那表示说它已经拆了3次以上了 那我就应该怎么样 离开这个回圈 并且告诉它说你已经拆3次不能再拆了 所以第一个,假设我不用for回圈的话 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变数 然后呢,在这个程式的最下方 而且是在file回圈的内回圈 所以是下一阶 里面的话多写一个什么 步进,有点像刚刚我们写过C等于什么 C加1 那意思就是说呢 它输入完,而且也判断完了 而且也没有到答对 所以也就是说它没有break 也就是不管是太高或太低 反正呢,就是跑这两个的话 那就是把它加1 猜错一次,猜错两次,猜错三次 当然呢,我如果猜到第三次了 那我就应该把它挡下来 那怎么样挡下来 很简单 如果 如果C的值怎么样 很简单嘛 大于等于3的话 如果你那个C里面的值 假如说打一次加1 打2次 打3次的那C等于3 那我就做什么 冒号 如果你已经大于等于3 那基本上大概是先是3 所以是基本上 其实那你打等于3 其实也可以啦 不过一般习惯 可能会大于 所以我们习惯 会是大于等于3 这种写法 然后呢 我们就跟他讲说 答错了 所以其实可以借用这边的程式 然后呢 只能拆3次 其实跟这个一样 有没有 然后呢 最后最最最最关键的地方 记得怎么样 因为呢 如果FOR回圈不用加BREAK 因为他跑3次就离开了 那FOR回圈的话呢 是他是无止境的一直跑 所以记得在这里的话 一定要再增加一个叫BREAK OK 好 这样的话基本上 我们就改完了 也就是他只能跑3次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应该可以理解吧 就是他跑了 他这个初始值嘛 所以我刚刚增加了 总共有这个五行程式 所以这个初始 所以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帮他累加 所以这是第二步 有没有 所以这两个 有点像刚刚我们写过的 就是那个把FOR回圈改成坏回圈 有点类似 只是说这个逻辑部分没改 1 2 就是初始 每一次跑一次就加1加1 再来做判断 如果他大于等于3 那就是让他跳离 那BREAK掉 所以这边的话呢 好 那程式已经写完了 写完之后我们来乱乱看 基本上执行一下 还是输入10好了 太高了 反正就输入3次 1 2 这个是最后一次的嘛 所以他跑这一次的时候 他就加1 加了1之后呢 那C里面的值就变1了 跑这一次的话呢 那C里面的值等于2 再跑这一次的Enter的话呢 那C里面的值就再加1变3 所以3是不是大于等于3 4等于3就算了 那就会跳这边 然后并且把答案告诉我BREAK掉了 OK 所以理论上应该这样没问题 Enter 好 然后呢 他一样 我把它输入 一样他会判断 然后把它加了1 加了1之后的话呢 答错了 只能够猜 所以他会跳到这边 答案为9 然后呢BREAK就离开 这个回圈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大致上是这样的 等于是说 如果你今天呢 不想用4回圈的话 那可以用这个后面 增加一个Counter 就是一个计算那个次数的 然后并且做逻辑判断 只是说到底 这两个写法哪个写法 对你来说比较好理解啦 你就记 你比较好理解的方法 OK 当然啦 我自己是比较习惯用4回圈啦 因为反正次数相对的 看起来程式好像也比较简短 OK 不过我发现很多人这个写的方式 刚刚同学有问到说 刚刚回圈是不是没有 i i等于i加1 这个再 如果画回圈就不用啦 画回圈反正它就一直跑 它不用一直加1 OK 反正它就一直进入回圈 就无穷回圈 那所以呢 无穷回圈一定就是增加一个break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我讲的部分 再试着做做看 那我刚刚这个 讲的这个 这个 程式部分的话 是放在21页的地方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